初入青春期的男孩都有一种特殊的癖好 喜欢上课时偷看班级上的美女 看着新来美女转校生的爵士容颜 她渐渐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只能拼命按住课桌来掩饰 男孩名叫金凤熙 她从出生开始便会不受控制的漂浮 为了隐藏儿子的能力 母亲带她搬到了人际罕至的首尔郊区 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不一样 凤熙放学后只能独自在家看电视 她最喜欢的超级英雄是闪电侠 希望能拥有她的能力自由飞翔 闪电力量 有天凤熙路过学校的操场 那里有很多小朋友 他们中间人气最高的那个人也穿着披风 她爬到了滑梯的高处跳了下来 所有人都在夸她勇敢 金凤熙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夸的 自己还可以飞呢 所以她爬到了滑梯最高的地方飞升稳稳落地 立即被小朋友羡慕地包围起来 凤熙感觉这一秒自己就是英雄 然而她所不知道的是自己飞翔的样子 被不远处一辆轿车中的男人看在眼里 之前的男孩气不过也想要学她 从高处跳下摔断了腿 校长找了凤熙的母亲告知一切 母亲告诉她以后绝对不能再这么做 哪怕你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 凤熙不明白 那个孩子自己要学她 摔断了腿和她有什么关系 自己会飞自己才是真正的英雄 这是凤熙第一次看到母亲露出了那么严肃的表情 那天她说 不懂得照顾别人感受的人 什么都不是 从那之后凤熙开始听母亲的话 抑制自己飞行的渴望 时间回到现在 凤熙乘坐公交车时 突然一抹名黄色映入眼帘 只见新来的转校生嬉秀又一次没赶上公交车 穿着雨衣在雨中飞快地奔跑 就在校门即将关闭的瞬间 凤熙被对方撞倒在地 两人都被处罚放学后打扫卫生 另一边伪装成快递的杀手来到了一家书店 询问店主是否认识眼镜哥 并说出两人的代号连起来是一首诗 店主立即警觉起来 询问对方是怎么找到他们这些隐退者的 杀手却挥了挥手中的资料 他说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服从上级的指令 就像他们当年一样 店主悄悄将手指伸入插座 却被对方察觉将电源关闭 原来店主的超能力是控制电流 他手握充电宝和杀手展开肉搏 但几轮交锋下来 对方仿佛路飞一样怎么都电不到 始终能从地上站起来 渐渐充电宝的电流耗尽 最终店主还是被男人杀死 并在店里找到了一张店主和他孩子的照片 只是因为刚才两人激烈地打动 照片上对方的长相已经看不到了 书店老板的死讯很快上了新闻 凤夕母亲查看着网上发的现场照片 担心自己的身份也要被人发现 而学校里的凤夕正和美女转校生 嬉秀完的不亦乐乎 放学后热心地陪着对方去买校服 很快就成为了朋友 此时凤夕班级的班长康勋被校爸叫到了小树林里 准备教训他这个好学生一顿 可就当他动手后却发现完全不是康勋的对手 反过来被看似书呆子的康勋狠揍了一顿 然而他最后愤怒的一拳打断了王口粗的大树 康勋竟然也是一个超能力者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一场危机即将来临 夜晚杀手坐在快递车中拿着店主的照片 虽然看不到他儿子的长相 但后面挂的横幅正是凤夕他们所在的金元高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